失眠多梦睡不着 年轻用龟皮碗 中年用六味地黄碗 老年用幼龟碗 不管是年纪大还是年纪小的人 都容易出现晚上失眠睡不着的情况 但年龄段不同 失眠原因几乎也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调理起来的方法 用药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小孩子建议补气血为主 可以参考龟皮碗 因为少年时期 大家都是以血液为重 用脑过度思虑过重时 就容易耗神伤血 更何况小孩子大多脾胃是比较虚的 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那这时候气血就会亏虚 无法去滋养心神 所以就容易出现睡眠问题 比如晚上睡不着 或者睡着之后 总是做些乱七八糟的梦 并且还会伴随着明显的试睡 消化不好 身体素质差 脸上没气血 头发黄等情况 毕竟吃的营养 吸收不进去嘛 所以这时候调理就得健脾胃 补气血为主 而龟皮玩就比较合适 而到了中年建议滋阴为主 可以参考六位地方玩 因为人到了中年抽烟喝酒 一些不良生活习惯会导致自身阴夜亏损 更何况人过四十岁阴气自絆 本身也肾阴肾气也会衰退 所以很多人就会出现口干舌燥 浑身燥热 腰酸腿软 晚上睡觉后被老出汗的情况 这些就是阴夜亏靠后 产生了虚火所导致的 而虚火向上熏绕心神时 晚上就会睡不着了 总感觉很热 手脚心也热 控制不住想掀被子 舌头伸出来颜色红 舌苔少 这种调理就得滋阴了 可以参考六位地方玩 或者是直播地方玩等等 最后老年人建议补羊为主 可参考幼龟玩 因为老年人大多都是阳虚 身上阳气比较少 所以老人都比较怕冷 穿得很厚 而阳气亏虚后 晚上阳气就不能潜藏入阴 这时候就会引起失眠 毕竟阳入阴则昧 而肾阳是一身阳气之根本 所以除了失眠外 还容易出现腰膝冷疼 手脚发凉 以及尿皮 咽尿变多的情况 这种我们调理的话 就需要补羊为主 可以参考幼龟玩了 但不管怎么样 看病条理 都是需要根据自身情况用药的 身体不舒服时 得先弄清楚原因在哪 对症用药才管用 不清楚自身情况 就乱用药是不可取的 大家明白了吗 不过 左右 我们下一个事件 就说要去复权 我们下一个事件